而又浪漫,但中国游客看到了巴厘岛旅游文化特色,却因此羞红了脸。 你见过这种情况吗? 本期探迷未见,柚子就来带大家一看究竟。 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座岛屿,也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。 岛屿被海洋包围,一年四季气候温暖。 岛上植被茂盛,景色美丽,吸引了无数游客的到访。 而且巴厘岛上有着非常独特的人文风情,也让游客们到了这里之后流连忘返。 不过,巴厘岛的文化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游客羞红了脸。 很多中国游客都感到不理解,而且对此感到难以接受。 不过,这也算巴厘岛的一种旅游文化特色。 原来在巴厘岛上,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赤裸着身体的雕像,其中不乏很多女性的形象。 而且巴厘岛上有习俗,人们在去寺庙祭拜的时候也不能穿衣服。 其实,岛上的居民并不会衣不避体而感到羞耻,因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,人们崇尚人体的美好。 乐于展示这种独特的美感。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种稀疏已经逐渐被废弃,但有时候中国游客见此还是会感到害羞。 小伙伴们,你们见过类似的奇特稀疏吗? 好了,本期的TME微见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关注,分享转发哦。 好了,本期的TME微见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点击关注。